第四個罪狀 漢變 建立蘇維埃 分裂國家 1931年11月 中共宣布在江西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臨時中央政府就設置在瑞金 請注意 當時還是中華民國的年代 中共卻自己在中國境內組建了一個國中之國 這是什麼呢? 用現在中共自己的話來講 不就是分裂祖國 顛覆國家政權嗎? 中共在中國內部搞獨立不就是共獨嗎? 從這個角度看 中共絕對是分裂祖國 顛覆國家政權的領頭樣 而且中共現在一直在批評臺灣搞台獨 但事實上最早想搞台獨的就是中國共產黨 在1947年3月8號 中共在《解放日報》的社論裡就寫著 我們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部隊 完全支援臺灣人民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鬥爭 我們贊成臺灣獨立 我們贊成臺灣自己成立一個自己所要求的國家 白紙黑字清清楚楚 而且中共想鼓動各個少數民族搞獨立 來脫離中華民國的統治 因此我們整體來看 中國共產黨絕對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漢奸與賣國賊 因為他們至少有四大罪狀 讓秦桧只能忘其相悲 罪狀一 通敵 勾結外國勢力 罪狀二 賣國 出賣民族與領土 罪狀三 陷害忠良 虐殺忠臣與善良百姓 罪狀四 叛變 建立蘇維埃 分裂國家 而且中共最邪惡的一點是 他們還通過長期的洗腦宣傳和教育 把自己包裝成民族英雄 愛國勇士的虛假形象 來欺騙中國人民七十幾年了 所以看完這集節目之後 我想中國的朋友們應該追打的不是秦桧 而是全國各地的老毛所向了